墨子 墨子出生平民 精通手工的藝 他自稱是蚁人 有人稱他為布醫之士 墨子曾經做過宋國的大夫 是一个同情下层人民的侍人 他早年学习过孔子的学说 非常欣赏瑜伽所说的大同社会 重点学习诗、书、春秋等瑜伽典籍 但是后来 他渐渐对瑜伽所崇尚的繁琐礼乐感到繁艳 最终放弃了瑜伽学说 著书立说 自成麦家一派 在法家学派兴起之前 麦家学派是先秦和瑜伽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 被列为显学 麦家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 纪律严格的团体 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 麦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 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 听从指挥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 墨子广收门徒 亲信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麦家学派 麦子的行跡很广 东到齐 老 西到正 惠 南到楚 月 他还曾经同公书班论战 成功制止了楚国 准备对宋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麦子的思想和事迹 主要体验在麦子一书中 西汉时的流向 将麦子和麦家学派的著作整理成七十一篇 但是之后逐渐散失 现在所存的麦子共五十三篇 是麦扎和他的弟子共同著述的 亦都包括后期麦家的一些著述 是现在研究麦家学派的重要史料 麦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 其中以兼爱为核心 以兼用 尚言为基本点 麦子思想的根本精神是智苦利人 他创造兼相爱 教相利的意思 认为为别人谋利才是义 选人利己就是不义的行为 就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 他的非功 非乐 节用 节账等主张 都体现了这个精神 他要求人们学习大语治水 不怕艰苦 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 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 只取最低的标准 所以麦子说他是 麦子兼爱 摩顶放肿 利天下为之 在政治上 麦子主张尚言 尚同的思想 尚言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 要求选拔有能力的人 霸斥无能力者 反映小生产者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的思想 尚同就认为国家的职能 在于统一全国思想 要求百姓和官吏 逐级和上级官长保持一致 最后达到与君主的思想保持一致 实际上就是以君主的是非标准 来判断是非 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 麦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 是在认识论方面 他认为以目知实的直接感觉经验 才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没有 不可以凭个人的益想 而是要以大家所看到的 和所听到的为依据 麦子思想包含有深刻的矛盾 他自苦利人 精神崇高 但是带有若干空想成分 难于为多数人接受 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 总括来说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够发达 而麦子所展述的逻辑思想 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麦子是了解中国古代 在逻辑思想的一步还要注册 在逻辑思想的一步还要注册 这些都已经是有限的 在逻辑思想的一步还要注册